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茶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江湖東京建築園 保存了江湖到昭爾時代這兩三百年的歷史建築 花個半天的時間在這裡來一場日本的歷史探索吧 這裡為兩國江湖東京博物館的分館 位於中央線上的五藏小金井站 從新宿出發搭電車以及巴士 大概四十分鐘可以到達 這個建築園成立的宗旨 為遺建、修復、保存 展示在原子無法保存且極具文化價值的歷史建築物 同時將寶貴的文化遺產傳承給下一代 所以園區內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曾經出現在東京的各個地方 代表東京不同時期的歷史 面積大小約七公頃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三分之一的大小 分成三個區域 總共二十幾棟建築物 大部分都可以進到內部參觀 園區內也有西市跟日市的兩家餐廳 位在建築園的左右側 東區的餐廳藏 是一家傳承五藏野手工製作的烏龍麵店 位於西區的五藏野茶房 守屬超過一百年的建築物 Della Lande D 可以吃到好吃的西市料理 我們先從園區的東區開始 有商家、澡堂、居酒屋、飯店等等的建築物 超級無敵適合拍照 包包局最有特色的建築物 是西院1929年建立 原本位於東京足利區的紫寶堂 是東京澡堂的代表性建築物 大家可以不用脫衣服 就可以在南宇堂走動 進到浴池中拍照 明治後期的萬事橋派出所 進派出所看看警察的辦公空間 也蠻特別的 東京都交通局7500型電車 則是1962年的電車款式 至於中央區包包最推薦的是 建於1902年 原本位於東英都港區赤板的 第20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高橋世青的宅邸 也是日本失敗政變226事件的場所之一 建築全部採用日本鐵山木建構 秋天的時候可以看到美麗的楓葉 也是拍照的好所在 另外中央區有超過450年的歷史 供奉德川加光測試的舊自證院祠堂 是東京都指定有型文化財 西區則為各個不同年代的民房 長盤台寫針館為1937年所建 住商混合 二樓的拍照卻讓我懷念起前拍大頭照的場景 三井巴朗優惟門迪也為東京都指定有型文化財 建築有將近150年的歷史 三井巴朗優惟門為日本超大財閥 三井家總領家北家當主的稱號 建築原本明治時代就蓋在京都 後來移到東印度港區 再移到建物園 只能說以前有錢人的房間好多 西區往最底的方向走有四棟建物時代的建築 18世紀建造的 外面掛著白蘿蔔的鋼島家 沒有賣牛洞 其是野齊村村長家的吉野家 以德川家家成 八王子簽了同心組頭的家 這區也常舉辦一些適合親子的活動 和寓教育樂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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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